两次来到贵州自驾,我们去过了几十个县市区,看了很多的山山水水,多彩贵州真的能让人流连忘返 但是去了这么多地方,我们唯独遗漏了这么一个美丽的城市 这里有着凉爽的高原气候,整个城区被精脆的大山包围 这里还有着令人起敬的历史故事,这就是位于贵州前西南的秦龙县 大家好,我是七哥,我们又瞬移来到了新的地方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吗,特别凉快的一个地方 之前一直给大家介绍贵州避暑的地方,唯独漏了这里 这里是前西南的秦龙县,在贵州旅游不是在过节,就是在去过节的路上 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这里正在举办火把节,非常隆重的火把节 这里就是秦龙的阿密奇托小镇 然后在这几天都会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勾火晚会,还有表演等等 这里其实有点像我们之前去过的六盘水水城区的海平遗租 在这里的建筑风格,颜色都基本相同,还是挺漂亮的 这里,我们现在好像就已经走到了他们勾火晚会的那个场地了 看到没有那把柴火,就是在这一块地方 可能是明天晚上吧,应该是最热闹的明天晚上 上面应该是一个舞台,这里叫金门 其实我们去过很多遗租的村寨,他们都有金门啊,铜门啊,银门啊 这种地方,今年呢是第十三届,头把节 然后因为之前的一些特殊的原因啊,没有举办 所以今年应该是比较隆重,比较热闹的 下面这里也搭建了一个舞台 这里也是要准备开始活动了 现在我们要到上面这个山顶 然后俯看一下这个阿密奇托小镇 走 很久没爬山了吧,河大陆 下面人不少啊 对,上面人也多 到这里就可以俯瞰到整个小镇了 看一下 后面这座塔叫三宝塔 因为本来这个阿密奇托小镇呢 就叫三宝遗租箱 后来叫三宝街道 因为今天呢是一个前奏啊 是正在准备的一个时间 明天才是他们真正的活摆铁 所以我们过来踩一下电 然后就去另外一个地方 24道拐 其实今天热闹的还不在小镇 是在这里,这里呢就是24道拐 我们现在呢走到那个抗战公路去看一下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可以说是 直接连接了那个秦龙的24拐 只要一直往前走 我们就可以直接走到那个抗战公路上面了 然后在我们的右手边就是秦龙的烈士陵园 大家看一下这里就是秦龙的烈士陵园 这些啊都是为我们国家牺牲的一些英雄啊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路边有几个路牌 安南 新义 安顺 这三个地方 这是一条饱含红色历史的道路 在抗战期间 它是滇缅公路的重要通道 是由云南经贵州进入其他地区的必经之路 当时的秦龙县属于后方战略物资基产地 在8年时间里总计有40多万吨国际援助物资 从这里运送到前线地区 平均每天都有3000多辆物资运送汽车 驶过这24道拐 其实啊早在将近百年前 贵州就有修建24道拐的计划 但是真正完工的时间是在1936年的9月份 抗战战争开始后 它的重要作用立即体现了出来 24道拐 顾名思义就是一共有24个弧形拐弯 从秦龙山的山脚一直盘旋到上方的山顶 总长度大约4公里 这里呢城市320国道中的一段 后来新路启用老路就不再通车了 24道拐呢也是著名的死迪威公路中非常重要的一段 对于抗战有着很大的作用 从航拍画面中我们可以看到 蜿蜒曲折的24道拐 犹如盘龙在山 形成了极具视觉冲击的一幅画面 而在今天 这条著名的抗战公路将会在夜幕降临之后 上演一场更为壮观的视觉盛宴 看看我们现在是在哪 一片漆黑 这里是24道拐的第一拐 今天晚上呢就会有那个点亮24道拐那个仪式 我们就到这里看 晚上的8点钟 数千根火把已经准备到位 晚上9点 激火仪式结束 点火正式开始 当一根又一根火把互相传递着点亮 我的心里似乎又有些难以形容的情绪 这不是中华民族团结互助的精神吗 当数千根火把将这条曾经的抗战公路点亮 也就预示着 这场阔别了三年的火把狂欢节 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期待明晚的盛宴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在一起 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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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